王哲林的投篮手型其实很奇怪 我们仔细看 在收球时右手采用的是侧腕持球 当球到达出球点时 有一个突然的转手腕动作 这就导致了投篮手的不稳定 还有这个辅助手 你甚至会发现 他竟然是只用手指持球 加上球在头顶正上方出球点很高 所以很多时候 他的投篮给人的感觉是像甩出去一样 这种投篮动作在高强度的比赛中 确实是需要充沛的体能才能驾驭